現身討人機場準備啟程回國 他是日本雄本縣之士 牟村鏡 從二十五號起 一連三天 馬不停蹄的向台灣產官學員各界 取經拜會 牟村鏡不只率團參觀工業院 一潰台灣半導體產業 如何一再創造經濟奇蹟 現在還參訪竹科管理局 跟陽明交通大學 而最重要的行程 是去台積電 新竹總部 拜會高層 而他會後受訪時說 想在雄本也打造一個日本竹科 台積電到日本設廠後 台日經貿交流更加緊密 台積電也回應 這次與牟村鏡對談時 有再次承諾 會致力於綠色製造 及地下水涵養 並持續與當地大學院校 一起培育人才 只是外界最關心的是 護國神山接下來 會不會在雄本設第三座場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 牟村鏡有把這個議題 拋上檯面 只是台積電沒給明確答覆 專家指出日本政壇依舊動盪 美國總統大選變數重重 都增添更多地緣政治 不確定性 台積電自然得三思而行 但可以確定的是 JASM的誕生 確實讓台日關係 甜蜜深聞 華視新聞 黃澳天召喚宣揚之疑 在台北和桃園機場的 採訪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